工作人員全部武裝在淘機P3停車場做清銷 社會氛圍緊張 民眾人人自圍 淘機染疫持續擴大 但防疫措施已經鬆綁到一半 有沒有可能升三級警戒 所有防疫措施回復嚴管狀態 指揮中心做出了最新回應 目前還沒可能 不只民眾擔心 網路上也瀰漫緊張氛圍 有不少網友直呼準備炸開了 再不控制就要淪陷 也有人說又開始有本土 看來最近還是不要外食 更有人說這個年難過了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秋希認為 想要擋住這一次的Omicron入侵 有四大關鍵要做到 如果我們兩劑疫苗 能夠趕快提升到90% 以及對未施打疫苗者 加強他的密集檢測 醫護人員長照年齡65歲以上的 其他高危險情 儘快施打第三級疫苗 達到90%以上 以及維持基本的這些NPI 接下來正逢春節假期 反台人數可能會到高峰 偏偏防疫人員人數可能最少 專家預估 年後恐怕會有新一波疫情大爆發 指揮中心也不排除 隨時有升三級警戒的可能性 記者謝軍眾 王一仲 台北報導 今次有明天的 今五道歷史 正在比我 未施打 百度 百度 天前四日 今生